摄政王 摄政王 听说太后娘娘召见王妃跟侧妃 入宫觐见了 王妃入宫觐见是本分 摄政王 你就不必担心了 你又是太后娘娘的弟弟 难道还怕太后娘娘吃人不成 还是怕王妃又闯出什么祸来 楚御从来不会主动找事情 只有事情找上闻 侧妃就在旁边照应王妃 能出什么事 摄政王真的是爱妻心切 片刻不能分离啊 雪云啊 你的排技可是退步了 娘娘 你都不知道 现在叶子排出了新的玩法了 什么新玩法 叶子换成了珍贵的象牙 玩法也有了变化 太后娘娘若是有兴趣 我就说给你听 只是象牙珍贵 只有一副进贡道宫中 马侧妃送给谁了 奴去借来 只借了一副给皇上 皇上好像赐给了封贵人 秦姑啊 你去取一趟吧 只是不劳烦秦姑了 东西借出去了 现在去逃 不大好意思 只是听说 摄政王妃与封贵人向来交好 可否请王妃跟我走一趟 褚玉 那你就跟雪云去一趟 王妃 我有一件事 想单独跟你说 这前面就到运华殿了 太后娘娘还等着我们呢 有什么时候回去再说吧 这件事情很重要 可能关系到殿下的安慕 你到底要说什么 王妃听了之后 一定会感兴趣 你们先去运华殿吧 你说这件事情 和摄政王有关 到底什么事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长 但是也很简单 殿下带我这么好 这只是一场你请我愿的交易 当她爱上你之后 也就没有办法 与我虚与为疑 我这么说 你能懂吗 你说她爱我 可她从来没有说过 她不承认 可我就是知道 因为我每分每秒 我都看着她 看着她爱上 你懂吗 你能懂我的心情吗 你懂吗 你懂吗 怎么会这样 你干了什么 你忘记那副叶子牌了吗 你是个新手 所以会下意识地摇指尖 我就在上面涂了点东西 原公司已经起作用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只要你死 只要你死了 殿下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放开我 去死 不要 人家出事了陛下 摄政王妃 摄政王妃的 厨余怎么了 让开 薛云 薛云 太医 她怎么样了 殿下 我在哪儿 薛云真的爱你 我不怪王妃 她只是恨我 她只是太恨我 薛云 薛云 薛云